世诗纪第七章 耶路巴黎就是基殿 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人 清早起来 在哈绿泉旁安营 米甸营就在他们的北面 靠近摩利山岗的平原上 耶和华对基殿说 与你在一起的人太多 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自夸 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众民宣告 害怕站立的可以回去 离开基列山 于是众民中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人 耶和华对基殿说 人还是太多 你要领他们下到水旁去 我要在那里为你试验他们 我指着谁对你说 这人可以与你同去 他就可以与你同去 我指着谁对你说 这人不可以与你同去 他就不可以与你同去 于是基殿带他们下到水边去 耶和华对基殿说 用舌头填水 像狗填水的 你要把它们安置在一处 屈膝跪下喝水的 也要把它们安置在一处 用手捧到嘴边填水的 总数共有三百人 其余的人都屈膝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基殿说 我要用这填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 把米殿人交在你们的手里 所有其他的人都可以各回自己的地方去 于是 众民手里拿着食物和号角 所有其他的以色列人 基殿都打发他们各回自己的帐篷去 只留下这三百人 当时米殿营就在他们下面的平原里 当夜 耶和华对基殿说 起来 下去攻营 因为我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 如果你害怕一人下去 可以带着你的同仆 普拉一同下到营地那里去 你要听听他们说什么 然后 你的手就必坚强起来 有胆量下去攻营了 于是基殿带着他的同仆 普拉一同下去 到营中驻军的边缘 那时米殿人 杨玛丽人 和所有的东方人 都散布在平原上 好像蝗虫那么多 他们的骆驼 无数 好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基殿到了 就听见一个人正在把他的梦 告诉他的同伴说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入米殿营中 到了账目 把账目撞倒 账目就翻转朝上了 他的同伴回答 这不是别的 这是以色列人约阿师的儿子基殿的刀 神已经把米殿和全营 交在他手中了 基殿听见了这梦的叙述 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然后返回以色列营中说 起来 因为耶和华已经把米殿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里了 于是他把三百人分作三对 把脚和空瓶交在个人手里 又把火把放在瓶里 然后对他们说 你们要看着我 也要照样行事 注意 我到了营的边缘 我怎样行事 你们也要怎样行事 我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人 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全营的四周吹脚 喊叫说 为耶和华 为基殿 基殿和所有与他在一起的一百人 在半夜三经的起初 换经的时候 来到了营的边缘 就吹起脚来 打破手中的瓦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瓦瓶 左手紧握着火把 右手紧握着脚 不住地吹 并且喊叫说 耶和华和基殿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周 各站在自己的位置 全营的人都乱跑 他们一面叫喊 一面逃跑 三百人吹那三百只脚的时候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然后他们向着希利拉 逃到伯哈士他 直到靠近他巴的 亚伯米荷拉河边 以色列人就从拿弗塔利 亚瑟和马拿西全地被召来 追赶米甸人 基殿派遣了使者 走遍以法连山地 说 你们要下来迎战米甸人 在他们前面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于是 以法连的人都被召来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他们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鄂利和西伊伯 把鄂利杀在鄂利盘石上 把西伊伯杀在西伊伯榨酒池那里 然后追赶米甸人 又把鄂利和西伊伯的人头 带到约旦河对岸 积殿那里 那就是 冯巴拉 赶oshima 冯巴拉